Hello大家好我是莫莎浅浅 我记得我刚来台湾定居的时候 我姐就跟我说 叫我在台湾多验识 当地的台湾人 拥有台湾的生活 但是更多的人就觉得我来台湾 肯定会被台湾人歧视 看不起什么的 甚至会被台湾人为难 他们觉得可能因为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因为政治的原因什么的 会觉得我在台湾肯定会被歧视 甚至还有的人担心我 公婆会不会为难我 但是实际上 对我好的 真的是全部都是台湾人 甚至还遇到香港人对我也不错 帮我很多的还是台湾的朋友 当然大部分在台的路配 只要是没有利益冲突都还好 聊聊生活不聊两边的问题 我觉得倒也还好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中国的鸡盐真的很少 从小的教育一直都是 争来争去 抢来抢去 就是一定要把人比下去 去败高踩低 把自己的人都 都当是假想敌 得到鸡盐的上位者 就拥有了特钱 从此他们就觉得自己高原一等了 还在抢夺鸡盐的底层菜鸡呢 每天都在护卓为了一点点利益 咄咄逼言甚至出过门开过门 遇到一个邻居都能为了随先进出而炒翻天 这真的是我在中国大陆很常很常遇到一些很鸡毛涮鼻的事 还有一些人呢为了生意 为了钱 真的就是不择手段 我觉得这是很多台湾人可能想都想不到的 因为说实话台湾人大多都是很简单 台湾人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常常就有台湾人会跟我说 在台湾的机场也会有这种人啦 什么的啦 我只能说那真的是小摸见大摸好吗 当然啦 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点点的小感想啦 你也可以说我接触的圈级小 没有代表性 或者说我过去的生活环境太糟糕什么的 也没有代表性 但是经历过的都会懂得我说的话 说实话在中国大陆工作那么多年 常常遇到的职场环境以及生意来生意的往来 大多都是吵吵闹闹的 有时候呢都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其实验真一想 你就会知道啊大多都是以大压小 自己的公司大意那么一点点就打压小公司 就瞧不起人家小公司 就连签那个合约的人都能依附高高在上的嘴脸 那在台湾呢就相对的平等多了 我分享一个我在台湾接业配的事情 其实我也很少接业配 因为我怕麻烦 真的是难 但是我也接过SockVPN的那个业配 我们在接业配的时候都会签那个合约嘛 然后有一次呢我们签好合约 谈好影片发布的议期之后呢 那天那段时间我儿子突然发高烧 烧了三天 那三天他都我儿子都请假在家休息 然后我也一夜照顾 因为我老公要上班呢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拍片 去剪影片 然后我就跟厂商说 我影片还没有拍好 我说我儿子这几天都发高烧 我说我拍好了再跟你讲 但是我会在你合约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然后厂商的人就说 啊没关系 愿我好好照顾小孩 然后还跟我说辛苦了 余季辛苦了 说实话真的是超感动的 厂商他不会因为他是甲方 而咄咄宾言 包括我在台湾上班的时候 遇到的同事 对待厂商的方式 真的就是比起尊重 嗯即使是谈判呢 也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去谈 完全跟我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时候 遇到的生意文化差别还蛮大的 我喜欢台湾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 就算即使不能成交 也都是客客气气的 但是说实话在中国大陆就是 即使吵翻脸了 有时候还是会成交 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就是吵归吵 吵不赢也一样要交易 不管怎么样 总之在面子上一定要争霸就对了 不能丢了面子 即使吵到最后呢 我还是灰溜溜的回头找你 其实说到底呢 就是为了利益 因为中国商人总是想要人家的品质 又要人家低廉的价格 人家给不了 然后就去跟人家吵 吵不到呢 还是会妥协去买 其实我觉得何必呢 好好沟通不好吗 非要吵翻天真的不累吗 其实我以前在对岸的工作模式 就是这样 工作环境呢 让人会比较烦躁 然后力气比较重 在台湾相对的话 就比较平和一些 都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双赢的前提下 我在台湾我有买那个商业保险 那个保险的人呢 只是我找他 让他帮我介绍合适的产品而已 然后对方就真的帮我介绍 合适我的产品 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符合我要求的 真的不太会为了业绩 疯狂的跟你推销 真的不会 他们就只是想要跟你介绍你想要的 符合你需求的 或者你预算内的 有遇到要理赔的时候呢 只要问他 他马上就告诉你 你要准备什么材料给我就好了 然后就把东西准备给他 然后钱过一阵子就到账了 就真的很快 他们不会因为你买了保险 然后就跟你玩消息啊 他西中找不到盐了 我在台湾我是没有遇到过的 而且那个保险的业务员呢 还逢年过节 要给我送礼物 说不行要赚我们的钱 透过礼品回馈给我 天哪 我还真的 只有在台湾遇到这种保险业务员呢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对保险业的 他们的就是观感不是很好 可能我遇到都是不好那些吧 就是为了赚钱 他们真的就是 什么嘴脸都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我来台湾前 我对保险我是很不喜欢的 说点难听的 我在中国大陆遇到的保险业务员 真的不奢求 他能给你送礼 他能保障你以后用到 用到要用到礼赔的时候 能帮你礼赔的你都笑死了好吗 他们大多都是为了业绩 疯狂的给你推销 再来台湾前呢 我遇到一个保险的业务员 疯狂的跟我推销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 我已经跟我老公 就是已经在登记结婚了 然后他还是疯狂的向我推销 差一点我就买了 因为那时候我对台湾说实话 我还不是很理解 然后他就骗我说我在台湾看医生 他也可以帮我申请礼赔 还说全世界都可以 那个保险在台湾也有 好像叫友邦吧 是美国的 差一点我就被他骗买了 后来我查了 跨境跨国礼赔是很难的 而且能理赔的金额很少很少 后来呢我在广州的同事他就跟我说 你都要去台湾了 当然去台湾再买啊 干嘛在这边买呢 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理赔呢 他就跟我这样讲 以后我就清醒了 难怪中国人都说做保险业务 真的就是没底线 才能混得下去 哎说实话说说这些言文的差异 真的是怎么说都说不完 好了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啦 多谢啊 拜拜